再来看本市的体育消息 天津市族协清训中心代表队的塞尔维亚之行已经结束 此时团队正在返程航班中 维生阶段团队一行还赶往查查客室 探望了家在这里的外籍教练约万 约万目前是天津市族协清训中心的教练 他拥有欧俗联高级教练资质 为天津足球的清训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由于疫情和工作等原因 约万已经三年多没有回家探亲 这一次趁着空闲时间 他回到了塞尔维亚休假 作为约万的同事和朋友 天津市族协负责人以及相关工作人员 决定趁着这一次在塞尔维亚的机会 前往家里探望他和家人 约万的家在距离贝尔格莱德140公里之外的查查客室 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他为天津市族协清训中心代表队安排了各种活动 除了训练之外 天津市族协清训中心男女代表队和查查克 斗士足球俱乐部的梯队进行了两场教学比赛 教练员也接受了培训课程 这也是约万为天津足球清训送上的大礼 我非常高兴天津市族协清训中心代表队能来到塞尔维亚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进行比赛 我在天津市族协清训中心代表队能来到塞尔维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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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比赛 他在塞尔维亚来进行探望并且赠送了礼物 过去几年时间里为了让他安心在天津工作 愉悦的家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电视体育记者李志昆 温泽宇 法子塞尔维亚的报道